吉隆坡高庭宣判人民公正党副主席蔡天强 重获竞选资格之后 巴都国会议席会不会迎来补选引起了热议 公正党主席拿都斯里安华表示 巴都国会议员巴拉巴卡兰没有必要辞职 让路给蔡天强上阵 但是他们会在党内商议这件事 安华今天在吉打出席党内活动后 向媒体表示 巴拉巴卡兰是受选民委托的人民代议士 因此必须尊重民意 巴拉巴卡兰将招招前表态 不会悬空议席之后 他的轿车就遭到有心人抛鸡蛋 而向警方报案 他才会负き在关键上 中文字幕并且中文字幕 Byrne